因為我剛剛講說 如果有家長 然後家長小孩也在的話 聽我的演講完可能 小孩會跟爸爸媽媽 回去會常常會跟爸爸媽媽 會直演到爸爸媽媽的觀點 但是我以為輔助說 沒關係還是來還是來 好 那我就來了 那我今天就是毫無保留了 我把我今天該講的話 該讓爸爸媽媽知道的話 該讓同學知道的話 我今天都會講 那中間還刮刮 其實像大家現在也有在談 這個學習第一層這件事情 學習第一層到底幹什麼的 這東西是不是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邊的意義在哪一晚 我今天後面也會提到 OK 那我想一開始要的時間 我先很快一下 大概介紹一下 我在經歷過的事情 就同學帶上我是 台大電系的教授 我是台大老師 但是其實過去這個 八年來我做過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有同學可能 中小學的時候有用過Pakamo 我是在八年前創辦Pakamo 然後目前為止Pakamo 前陣子我們有超過270萬的註冊用戶 我們現在是台灣最大的交易飛機平台 然後我在2014年開始 因為我在台大教授教育快10年之後 我遇到很多的大學生 我越來越發現到說 我很多大學的思維 在大學想要改變它 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很多你們的思維模式 在中小學的時候就一定型了 所以我那時候 2014年的時候就告訴自己說 如果你要改變台灣的教育的話 我們要去幫助中小學老師做改變 我們不能等到學生進來大學 才會去改變學生能力太慢了 所以從2014年開始 我就到處去很多 各地方的台灣的中小學演講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講了差不多700場演講 另外就是剛才這個 極翔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 通常操作在8年前 因為我到處去演講 很多老師雖然也被感動 我開始在做一些教學上的一些改變 但你知道教授演講 通常教授演講就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講的再怎麼有道理 下面還是會有人不喜歡你 然後不喜歡你 然後就講一句話說 教授就出一張嘴而已 那我那時候剛開始聽說就很生氣 說我們這麼用心的 把這些教育的理念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你怎麼可以說我教授只出一張嘴 但是我後來 想了幾個月之後 我發現講你是有道理啊 我是台大的教授 我有沒有真的教國中國小的學生 高中學生或評審 能夠說服人家說 我們在講的教育理念 中小學生的教育理念是對的呢 所以在2014年我就決定了 台灣的法律通過 2014年有個實驗教育法通過之後 我就決定辦一所學校叫五戒署 那五戒署是台灣 台北是第一所從小學一路教到高中的學校 那目前八年下來 我現在的我們專輪老師有14位老師 我們學生一塊三百位的學生 是一個還是很大的學校 OK 那包括像去年 我五戒署的老師 因為去年五年 五月的時候疫情期間 所有的20幾萬的台灣老師 不知道怎麼做先上教學 但五戒署老師之前 我們在前一年已經做好幾個月先上教學 所以五戒署老師就拍了很多影片 幫助台灣老師做先上教學 那所以 我在2014年後拿了一個非常大的獎 這個就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商學院 叫哈佛商學院 跟華德商學院 華德商學院那時候有一個創的獎 就是他們自己號稱是 國際的教育創新的奧斯卡獎 然後包括哈佛啊 北京清華啊 這個全世界一流的大學 都拿最厲害的教育商業來申請 然後我們台大教授 也跟我講說 鄧老師 你那個牌給我還蠻厲害的 可不可以拿牌給我去申請 奧斯去申請了 那申請就過兩個月沒消沒息 兩個月後就被通知所錄文了 然後就要求你飛到華德商學院去發表 那就跟世界各國的這些影校教授發表 然後隔天上辦講的真的辦不下 像奧斯卡獎一樣 就是那個有點像金馬獎一樣 就一個獎一個獎半 然後最大獎 就最佳影片獎半 最後再辦 那最後宣布說 The Overall Award 最大獎 goes to 他們美國人連故意都不講名字 然後我就看到我們點出現在螢幕上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拿到最大的獎 然後最後來講之後 後來我就開始 我們就在募資 就花了很多時間去 開始把這公司做起來 我今天後募資 募了一千五百萬美金 大概台語P塊五億 大概是台灣新創公司 教育費金公司的一個紀錄 那我後來寫了一本書 然後 那我前陣子寫著做了一個線上課程 這線上課程打破台灣的紀錄 之前台灣線上課程 最多人買的課程是莫財希的英文課 在海豪上面 就是一個YouTuber 然後我把我在台語大學 13年前創的這個簡報課 我把一片線上課程 然後這個課程打破了紀錄 現在全台灣 目前有一萬六 一萬六千兩百多人買這個課 就是目前 這有史以來台灣線上課程 最多人買的一個課 然後2016年得到台灣 最高的專項 像中專項 所以我大概在過程當中 我跟各位同學分享的 我等一下跟你們分享的 的東西 不是基於一個台大老師 不是一個教授的觀點 我過去六年 當了Punk Emo的CEO 我是新創公司的老闆 我有業界的觀點 然後我在大學看到很多大學生的樣子 也是你們不知道的 你們一些人是真的 或你想要進大學 你進了大學會變什麼樣子 你們也不知道 在座爸爸也不知道 所以我從教授的觀點 從業界的觀點 我要告訴你說 未來的人才是什麼樣子 OK 喔 忘記你了 我曾經跟我的夥伴 繼續講個入圍過 OK 就是熊仔 熊仔呢 有一邊專輯有個信 有一首歌 那首歌裡面有一段話 就是有一次我上課 跟他們講過一段話 上課跟他們講過一段話 我說人生最該追求的表現 是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熊仔就很感動 然後後來幾年後 他在做唱片 他說老師 會把你上課講那段話錄下來 叫我對著他 那個翻譯不說 這樣很尷尬 他說老師就錄了 錄了 然後就錄了 他錄給他 然後他就把他去 弄到他的那個歌裡面 那個專輯 進行的入圍這樣子 OK 好 但是我想這個其實 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歌要談 也是跟建議要談的東西很像 就是說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拿掉標籤的話 你這個人價值在哪裡 我幾年前有一次去一個 我不要講哪家公司 很大的一個金控的公司 他們請我對他們的主管上課演講 然後 我說一開始演講之前 我希望你答應什麼介紹 結果發現他們每個自我介紹都講說 我是什麼公司 我們是這家公司的副總 我是什麼部門的副總 我是什麼部門的協議 然後我就發現說 他們的自我介紹 如果拿掉那個標籤 拿掉他的直顯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人價值在哪裡 所以那天上課 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說 如果拿掉你的直顯 拿掉你的標籤的話 那你的價值在哪裡 那同樣的 在座的同學 你們可能是來自很多的學校 我以前在國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想上 我想進建中 我覺得我在進建中 我就很拼命 我想要進建中 我覺得進建中這個天下 這個十七角美好 我很想要建中的那個標籤 可是我進了建中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 我很想要進台大 然後就換個力氣 然後我要再去收集到 台大的找標籤 我收集到台大的標籤之後 我又覺得說 我很想要下一張標籤 就是美國名校的博士學位的標籤 然後我每一個階段 在追求的標籤的時候 我都是在自我吹你 或自我欺騙自己說 我只要拿到這張標籤就好 我只要拿到這張標籤就好 可是真實的世界是 當你拿到這張標籤的時候 下一張標籤就跑出來 然後你就一輩子過這種 追求標籤的生活 然後我是一直到三十歲才覺醒 說這樣的生活其實是一種地獄 你永遠沒有辦法從這邊逃脫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人生最該追求標籤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什麼價值 你這個做什麼厲害的事情 做什麼很棒的事情 這個才是你這個人的標籤 不是你念建中北英女 或是金美女中 不是你念台大 那種標籤也很多人有 有那個標籤沒有什麼用 坦白講我等一下會不會跟各位講 為什麼沒有什麼用 所以這個我想各位 以後可以常常 當你從前說 你已經在迷失在 或是身邊的大人 一定要你要拿到什麼標籤 或是你自己 有時候我也看到很多學生 爸媽有逼他 但他自己就覺得他一定要什麼標籤 在那個時候很困難 你可以想一下這個事情 如果拿掉標籤 你就沒有價值的話 那這個標籤是不是有利於平 OK 好 我們今天要講三件事情 真實世界的挑戰 因為你要變成人才嘛 人才才叫真實世界的人才 那你要知道這個世界是什麼狀況 那你才會知道說 那我在這世界 我是變成什麼人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談未來最關鍵的能力 是什麼能力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要談到怎麼讓自己變強 我現在談這三樣東西 那最後一段 我其實還有一段 我會談的是跟爸媽談親子教養的事情 OK 我今天講一個四樣東西 我們先看看真實世界的挑戰 我先給大家猜一個數字 大家猜猜看 你們覺得全台灣的所有大學 全台灣的所有大學 一年當中有多少學生修退學 全台灣所有大學 一年當中修退學生加起來有多少呢 那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先給少子的話 每年的大一新增大概十幾萬人 十四萬人 所以乘以四 就大概是所有大學生的能數 那如果十四萬要乘以二 因為碩士班大概是兩年 所以那乘以二 就是大概二十八萬、三十萬 大概就是碩士班的人數 你大概有一個概念 台灣的大學 你現在有多少學生 那你猜猜看 一整年當中的大學修退學 一萬、兩萬、五萬、還是十萬 我再投票一下 你去一整年當中 全台灣修學的大學生加起來 超過一萬的舉手一下 有些爸爸媽媽舉手是一萬 你去超過是兩萬的舉手一下 你去超過五萬的舉手一下 你去超過是十萬的舉手一下 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這是聯合報 聯合報這種框下來的寫 它是106學年度 106學年度 全台灣這個大學 總修學人數是 二十萬九千三百九十二個人 二十萬九千三百九十二個人 那因為我一天到晚拿這個新聞 聯合報這個新聞去演講 所以教育部給我弄得很緊張 所以教育部就特別派一個高教師的官員來給我解釋 我一老師沒有啦 這個聯合報弄錯啦 人沒有那麼多啦 我就問他說 那聯合報是怎麼弄錯 他就跟我說 一老師 因為這個聯合報的算法是把上學期的總修學人數 加上下學期的總修學人數加起來 是二十萬九千差不多就算了 那教育部的意思是說 很多學生修學一修 就是修一整年的 所以上學期修學的人裡面 有很多跟下學期的人是一樣重疊的 我就跟他講說 那就假設百分之百重疊好不好 二十萬九千丈 有時候除以六是多少 十萬四千五百多人 五十萬 將近十萬五千人 所以各位同學 各位爸爸媽媽 你都不知道現在台灣的教育問題多嚴重 每一年有十萬人 至少十萬人修追學 好 我每年齁 因為之前幾年 台大人每年都會請我對大一行程 做四場演講 上學期兩場 下學期兩場 下學期兩場 我跟同學報告 我每年在台大對 因為那演講給我的場地 是台大最大的教師 一場演講才四百五百個人 所以四場一年我大概 對快兩千個 台大大大一行程演講 每年我最難過的演講是 什麼呢 就是下學期的兩場 下學期的兩場 演講就是很熱談 怎麼會有人充實了大學四年 那我也講完四百多個人 演講完以後 我就問各位同學說 沒有問題 他們都沒有問題 我說沒有問題 那天一天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我就看這個講台 收我的東西 電腦這些東西 之後一抬頭 發現 怎麼好幾十個人 不會在我講桌前面 我才發現說 他們問題很多 只是他們不敢在四百多個人面前問 可是每年演講 他們留下來的學生 每年的學生問問幾乎都一樣 然後每年的答案都一樣可悲 每年他們都問類似的問題 都是問說 鑰師我進了台大以後 過來學習才辦這科系 跟我想要不一樣 我獨島我痛苦 結果我跟他怎麼辦 我說有床靠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鑰師 可是我爸媽說 我已經考上台大 叫我不要再浪費時間床靠 叫我加檢把它讀完 叫我加檢把它讀完 這個很可悲啦 這當然很可悲 那我跟內閨講 還有另外一個更可悲的答案 也是每年都會出現的 通常有問題 我問說鑰師 這個科系我都很痛苦 去問我該怎麼辦 這跟我想要不一樣 我說你就重考 他跟我說 鑰師 雖然我爸媽沒有反對我重考 可是我就算再花一年重考 考完 我還是不知道我要貼什麼戲啊 講完 不誇張 那個眼淚就像水龍頭大 還要狂流 然後跟各位講 那個現場的狀況 不誇張 幾十個人裡面 就好多個 跟著一起哭 那個畫面很詭異 就好幾個 大家在那裡哭 但是你問我說 我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啊 他說他在花一年的時間 也不知道要選什麼時候 你能不能跟他說什麼 那誰可以做 那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然後你說 我每次看到這麼多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然後 2011年 台大五天之內 自殺了三個同學 然後 2020 今年 1月2號 跳一個 1月9號 跳一個 4月跳一個 8月26號 女生出車跳一個 還好最後兩個跳 我後來誰不就回來 然後這個是 有一個 後來 這個有一個學生 我看到他寫的部落格 就是 很多學生自殺之後 他寫了一篇這個 我馬上 他寫 解錄下來 他說 七年前 高從高中畢業的 我受邀回宜蘭高中 在新生入學典禮支持 那時 我向主持直銷大會一班 激情的分享 如何用高中三年 在考試生學制度中生出 考上考大學 我還要大家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讀書 說了一些相識 要找到自己讀書的理 念書的理由之類的話 那時候是我最意氣風發的時候 在書女之右班 總排十幾名的我 考了七十五級分 推上了台大財法 跟三個管員科系 一夜間 所有的老師跟校長都認識我了 班上霸凌 我的同學不敢再欺負我 焦慮跟憂鬱的症狀都消失了 但是今天 我真心希望那天沒有任何高一心生 認真聽我說話 我真心希望沒有任何一個人 相信只要考高分 上考大學之後 人生就再也沒有疑惑跟遺忘 我真心希望沒有高中生 認為只要考上醫學系 法律系或電機系 就會獲得快樂 因為在那之後 我卻有夢寐與久的台大 但是焦慮感和遺忘 卻比高中更加強烈 因為我大學四年的室友 常常會半夜突然尖叫叫叫醒 說他夢到錯過考試 或不會寫考卷題目 因為我大三十 終於找到實習 但我每天都好累 每天通行的時候 都想要自己跳軌 或跳樓後的解脫感 因為那一天陪我一起去演講的好朋友 在去年 在醫學的最後一個學期 的最後一週自殺 所以我跟各位同學講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高中 大學跟高中科目一樣 容易搞定 但高中一個科目你不會 或什麼沒有 就照補習嘛 補習老師就幫你整天號 你就容易搞定 所以你就覺得說 你選大學科 就跟高中科目一樣 不然什麼系統都可以補得下去 錯 不要以為大學跟高中科目一樣 容易搞定 念你沒有這個新學的事情 東西真是生不如死 你每天坐在那邊 然後聽完全沒有心情 而且聽不懂的東西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那很多人 你高中老師或是你爸媽 或是你自己會覺得說 那來講我就轉學啊 轉習啊 OK 各位同學 我看你們是不是知道 你們知道大一 如果念了一個系 那你之後要轉系 轉系的時候 通常叫做審查 都看你的什麼 看你的成績 看你的大一的成績 然後請問各位同學 你如果大一念了一個 你很沒有興趣的系 你覺得你大一的成績會好嗎 我當年的年代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就是常常參加 到處參加 我就是數學近視啊 這很厲害 所以我後來保重台校數學系 我那一年有很多 台校數學系的同學 是當年大學年考 分手考到台校數學系 他們就想說先進數學系之後 以後再轉系轉到別的系 他們對數學都沒有興趣 後來這些同學 全部都是老死爛死在數學系裡面 因為數學系沒有興趣 你是根本讀不下去 數學系不是像高中數學一樣 物理系也不像高中物理一樣 所以到頭來 我反而認為前面那個十幾 或十萬個休學的人 還算好的 因為至少這些人 趕快這些人 開始做些改變 那些不敢休學的 轉系又轉不出去了 那也不敢重考 因為重考 又要聽什麼的 這些同學 接下來就每天 就坐在教室裡面 聽了他完全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趴著坐著上睡覺 作業都超好學的 考試用都做比分過關 然後上課就像一堆爛比一樣 這是台灣的大學的現況 不是台大 台大也有這樣的學生 但我完全說 台大大學還算少一點 但全台灣很多大學 都像這個樣子 那這問題是大學教導不好嗎 不是 為什麼這些學生會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啊 我們的教育制度 大家同學都知道 高三寒假考學證 你用學證分數去市民大學 高三寒假考學證 我請問貴同學 在高三寒假學證前的這兩年半 高中三年的前面這兩年半 你身邊的大人 或是你自己 會很鼓勵你去探索你自己的戲劇方向嗎 不會 所有的大人就跟你講說 你學證考不好的時候 選擇都沒有 先把學證弄好再說 所以你前面這兩年半 都一直在忙著學證這些科目 等到高三寒假學證 考完了以後 直接出來之後 那接下來呢 台灣的很多大學 越少子的話 現在都是很缺學生 他們最想要的KPI 就是最大化 他收到學生的人數 他們的KPI 不是最大化 興趣跟科系相符的人數 所以現在的制度是什麼 學生成績這樣出來用 短短一個多月 就要去看哪些科系 你那個是一個多月 才要去探索你自己的興趣 你自己的方向 才要去了解全台灣 一千九百多科系 在幹什麼 你覺得那個時間夠嗎 然後身邊的大人 就開始告訴你說 你這個分數 沒有給什麼線 好可惜喔 我常常講 就是每一個家族 都一個話非常多的安倍 很愛出意見 你就練哪個戲 最有錢 然後那一個月 你已經看了好多資料 你已經很煩了 最後啊 你也跟自己 說服自己說 好那個戲 就那個樣子 然後聽起來還不錯 就進去了 進去又再發現 不是一樣的 各位你知道 台大的學生 金子天下的調查說 再給你回到四年前 再重新選擇科系 你會願意選 原來科系有多少成嗎 四成 有六成的 不願選原來科系 然後再跟各位分享 一件事情 這個大家問了 所以這個事情 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請問各位 當一個學生 進入到一攤爛民的狀態的時候 你覺得他大學 十年畢得了業嗎 不是 差不多五年六年 才畢得了業 那我再請問各位 他五年六年 畢業的那一天 他會突然變成一個 很鄭重的年輕人嗎 不會了 就廢了 所以為什麼我要跳下來 改變台灣的中小學教育 因為這件事情太可怕了 台灣已經在超市化 我們各行各地都需要神 可是我們台灣的制度 教育制度 正在大規模的 把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把我們的學生 變成 一攤爛民 變成無動力四代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要跳下來 去跟中小學老師 做很多的演講 我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從中小學開始做改變 所以政府中心四代 是台灣現在很嚴重的問題 很嚴重的問題 難民的狀態拖五六年 這個業後的時候變成不會 再給大家看 這個台灣現在產業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是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有73%公司的老闆 認為真財很困難 很難找得到適合的人 那我在跟大學生演講 他們就很開心 就覺得哇 萬物園這麼缺人 我鼻也就工作人家長 不是的 台灣現在這個缺人的問題 在全世界排到 還第二嚴重的 那老闆為什麼覺得缺人 因為他覺得 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 都沒有公司需要的能力 所以他覺得很難找 所以現在問題是 他畢業出來後 沒有業界需要的能力 因為要能力 學生都沒有 然後更慘的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 能力銀行調查 他問大學畢業生 畢業之後工作了以後 他問說 你畢業的工作 跟你科系有沒有關係 百分之五十五點四的人 他的工作 跟他科系沒有關係 你跨到那時間念大學 結果畢業之後 將近六成的人 不想做跟自己科系有關的事情 你不覺得浪費生命嗎 這些事情 我看到這新聞 我還沒有太深刻的感受 是大概三年前 三年前 有一個學生是國立 北部的某一家國立大學的 資訊工程系的學生 我不要講哪一家大學 但也不是台大 他在北部的某一家國立大學 裡面資訊工程系 然後他大師的時候 他考上台大電機研究所 那當你考到電機研究所 你就會去那個系 找教授聊天 想要找他當指導教授 所以就有一個學問 我說 他可以跟我聊一下 他想找我當指導教授 我說好 你就來聊啊 然後我就跟他聊了 然後聊一下過程 然後他就一直在自我介紹 他說大學十年修過什麼課 做過什麼專題 可是過程讓他很詭異 他一直跟我講說 老師 那個小組專題 城市都是我寫的 老師 另外那個小組專題 城市也都是我寫的 我說等一下 我說你不是資訊工程系的同學嗎 學生嗎 你的同學應該都會寫城市啊 你們一起做小組專題 你剛好一直跟我搶教 城市都是你寫的 他說真的啊 老師 城市都是我寫的啊 我同學都只有做 幫我幫你做投影片而已啊 我說 那是運氣比較差 每次分子都搞一個爛咖童 還是什麼原因 他跟我說 跟老師報告 我們系上有六七成的同學 在大二的時候 我就確定了 這輩子大學畢業以後 絕對不要再套誠吃這種東西 我知道今天是覺得很深澀的悲哀 你知道嗎 台灣的爸媽機關算盡 想幫小孩補習 怎麼樣送進去國立大學 現在說電子很夯 送進去資訊系 結果他的小孩子確定這件事情 你賣四年了 絕對外國沒什麼問題 啊這樣子 有意義嗎 然後 所以六成人也有不想做科技科技有關的事情 那他有什麼技能 他會騎摩托車 所以很多人去做Uber E做富胖胖 不要搞錯喔 我不是說做Uber E的富胖胖不好喔 你用你自己的勞力工作賺錢咬光你自己 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這是很高尚的行為 但是 如果你要做Uber E的富胖胖的話 你十八歲就可以洗摩托車 就會洗摩托車了 你十八歲就可以做這個事情了 你不需要在那個大學 到二十二歲二十三歲大學畢業才去做這個事情 你在浪費你四年的人生要幹什麼 所以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是之前 這個賴清德賴副總長去陳大演講的時候 然後問陳大學的人說 那你們之後就想做什麼事情 四成的人說他就想躺平了 大家沒有動力 大家對未來的人生 就是沒有動力 我剛才講就是不動力事實 這是現在台灣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很多年前對未來沒有動力 所以各位同學 我覺得你們很棒 你們會在禮拜六這樣的時間 假日 然後一整天坐在這邊 你們是有動力的人 但是我也希望你們的動力 不要被磨掉 不要被消磨掉 這個動力是現在很多台灣人以前說沒有的 所以我想問自己 各位同學 你希望你自己 不是在這裏是爸媽 你自己的孩子幾年會變這樣嗎 不要說這些事情 會發生在你或你的孩子身上 那十萬個每年十萬個修退學的家長 從也會覺得說他小孩會修退學 他就覺得說小孩上了大學 上了還不錯的大學 拍面前大學 他就可以放心 你不要去喝三碗水 沒有啊 隔壹你來起來說我不想念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更重要的是 不要覺得大學跟高中學 一樣都可以搞定 念裡面有興趣的人 真的生不如是 記得 要是的話 真的生不如是 不要覺得說要什麼戲 我都進去都可以念 不想高中的科目 隨便也可以都有 都可以把你讀戲 沒有啊 真的沒有 所以絕對不要 認為這些事情 會發生在你或你孩子的身上 因為這些人 也都不覺得自己會這樣 那 不只是 現了學校狀況怎麼樣 我也試個樣子 我要跟大家看 這國際的趨勢 各位都可以猜猜看 根據尤金大學的研究顯示 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全世界現有的工作裡面 有多少工作會消失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二十七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十七 我來投票一下 你覺得大概是百分之十二的 接下來二十年 百分之十二的工作會消失 我被淘汰 你取捨一下 你覺得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七的 四分之一左右的 你覺得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九的 四成 你覺得是百分之四七的 OK 各位 這篇年輕大學的論文是在 2013年9月17號發表 這篇論文呢 在全世界被引用四五千次 是一篇影響性非常大的論文 他直接也漸漸造成了OECD的 整個教育的 很多國家教育的改變 包括他108科 都會有關 那這邊 這篇論文做什麼事情呢 他繼續研究說 全世界現有的七百零二種工作 這七百零二種工作 有多少工作在20年後還會存在 有多少工作在20年後被淘汰 這個論文的結論是 接下來20年有17%工作 會消失 會被淘汰 我要提醒各位同學有些事情 這是2013年的論文 2013年是在阿發共打敗人類 2016年也就是這邊論文的三年後 2016年阿發共打敗人類之後 全世界包括中國 美國 都從更大量資金 在發展AI的公司為基數 各位覺得 接下來20年這個數字 是比47%多還是比47%上 多 所以各位同學要記住這件事情 你們接下來面對的是世界 是很可怕的 每兩個工作就有工作會消失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唯一要確定的一件事情 是接下來20年沒有穩定這件事情 不管你的老師或是你的爸媽 跟你講說做哪一行 做哪個工作最穩定 最保險 最安穩 都不要詳細那個話 因為你爸爸媽媽根本不知道他們 他們根本也不知道 什麼是安穩的路 我就舉個例子 如果你高中學徹 你念社會主 學徒也考得不錯 然後你的爸媽跟你講說 你就去那個銀行當房地 白領階級最安穩最保險鐵敗王 對不對 我們台灣一直都說不關電的 金融業很安穩的保險體辦法 可是如果你有在關注 國際的一些媒體報道的話 大概四五年前 美國發行銀行的前任的總裁 在一篇媒體的專訪 那時候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到說 美國的銀行業 接下來幾年 會採用三成的能力 為什麼 為什麼銀行業 美國銀行都會看那麼多人 因為現在銀行可以做的事情 現在銀行在銀行要做的事情 很多在手機上APP都可以做得到 幹嘛還要開一家銀行分行 然後養那麼多人 所以在美國銀行就一家一家一家關 分行一家一家關 砍了多少人 這個新聞一年砍了八萬個工作 幾年下來已經砍了快五十萬個工作了 那你如果問我說 這個趨勢在台灣會不會發生 你說到處外帶就國泰式華銀行 一堆銀行很多對不對 那是等到你們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出來找工作那些十年後 十年後這個趨勢在台灣會不會發生 我不敢跟你說不會 我是某家大學經過的顧問 我看到他有沒有花很多的 投大量資金 在發展金融科技的技術 以後金融業就不是 我認為他未來不會是人力密集的服務業 我認為他會演進到 變技術密集的產業 那個時候他不需要這麼多的人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當你的爸媽跟你講 是做什麼度最安我最保險 你要小心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在二十年前 台灣的很多大學都有所有的教育學成 你只要教育學成 你就有資格去當老師 去考教師證 二十年前好多的爸媽 大學的爸媽都跟自己想說 你就去那個教育學成 以後當老師最安穩最保險的辦法 因為我這些年 我過去七年 每年都幫教育部在培訓 每年 考上正式教師的公立 國小 國中高中的老師 我們都有三千多人 教育部每年都會辦一個 研期三千研期 每年都請我去跟這些青老師演講 有一個我去演講 我就是 剛在準備我的殿堂的時候 就有個女老師跑到我媽 就告訴我 一老師 非常謝謝你 要跟我們今年剛考上老師演講 跟一老師報告 我考了十三年 我終於考上了 我聽了 我都不知道 我該為他感到高興 還是要為他感到難過 他居然為了這些事情 花了十三年的人生 但是 他人生 我說實在 他考上還算好的 全臺會有幾萬名的流氧招式 考不上 為什麼 因為路距離非常低 為什麼路距離非常低 因為現在臺灣少子化 所以政府這樣有老師退休 或者什麼 他就欲缺不補 十幾二十年前的爸媽 知道二十年後 臺灣少子化 政治會變欲缺不補嗎 只會人暈暈暈 那時候大家都講說 當老師很安婦很保險 陪伴我就叫孩子去當老師 或是考公務員 結果 害死了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跟各位同學講 你對自己的人生跟未來 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洞察 我相信你們這個世代人 對很多資訊的蒐集 是比你爸媽很厲害的 如果一定要你爸媽跟你講一些事情 說啊 這是什麼最愛我最愛 你可以問他這個資訊怎麼來 如果你發現 我這麼講偏觀察你爸媽 如果你爸媽是個非常用功的人 對這世界的人了解趨勢 很用功 讓他堅決定 但是我有一個檢測人的方法 就是你爸媽 如果你每次跟他講一些什麼 你去看一下天下雜誌 或是上週 一些文章在講說 跟你爸媽也講說 啊這個我看了一篇文章 你爸爸或你媽媽說 啊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兩個月前我就知道這個事情 哇那你爸厲害 你媽厲害 他的資訊 他用功到每天下雜誌 上週都 還更知道這個世界的趨勢 啊但是如果你每天放學回家 你看你爸媽媽吃完飯以後 就坐在那邊看金家好媳婦 或是看這個什麼飛龍 看到什麼風水世家 那你就知道齁 你爸爸的話就聽聽就好 聽聽就好 因為他根本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沒有比你更了解啊 那他的意見 會影響你一輩子的人生 你不能隨便聽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你必須對你的人生 要你自己的主體性 要你自己的想法 OK 不然的話 你就可能跟我剛才講 那些 那些人生被搞爛的人一樣 OK 好 然後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新聞 這是有一年 大概六七年前 從新疆傳來的一個新聞 就是當地人呢 在一座山三角蝦發現有四十幾隻羊 集體死在那邊 就一夜之間 前一天沒有發生 就發現 就隔天早上 發現一座有四十幾隻羊 這三蝦全部都死掉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詭異 怎麼會一夜之間有四十幾羊 集體死在那邊 那如果是在台灣 那個台灣龍檢風 或什麼 寶傑就說都是外星人殺的 這樣子 那是當地人去做調查 後來他們調查找到原因了 他們找到發生什麼 他們在這個山的上面 在這個山的上面 看到很多羊的腳印 後來他們找到原因了 原因是為什麼 就是羊這種動物 是一種非常懦弱的動物 這些羊呢 不敢走自己的路 所以這些羊 一定要跟著一隻領頭羊 那這群羊呢 很倒楣 那天晚上跟著一隻 眼睛有問題的領頭羊 那隻領頭羊 走到學來 別人不知道是學 他就掉下去了 然後 第二隻羊 跟著老大走到學來 別人覺得 還是跟著老大比較安全 也掉下去了 然後 第三隻羊 四十隻羊 那我第一個反應就覺得 哇賽 這群羊 跟台灣人好像 台灣人就是這樣啊 別人就是補習 我跟著補習 別人幹嘛我就幹嘛 我們都不敢走自己的路啊 即便我們覺得那個路 欸你在做這個事情怪怪的 可能不見得對我是好的 但是因為大家都做 你就覺得說我還是做比較好 因為台灣人最怕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最怕的是 自己走錯路 只有自己一個人死 啊 即便那個路看起來有問題 但是很多人做 大家就覺得說 那到時候大家一起死 我也甘願 台灣人跟人家一起死很甘願 但是你怎麼沒有想過說 你走你自己的路 有機會走出一條深路呢 事實上在我來看現在 很多人在走的路 不是活路啊 不是活路啊 所以我想跟各位講的是說 千萬不要跟別人被溫水煮進挖 別人都做什麼 別人都學怎麼戲 別人都幹嘛 你就跟著做 我跟你講 我一路走來 我做的事情 就是人 我做很多事情 就是別人不想做 但是也因為別人不想做 我就不喜歡做很多事情 人多的路 我通常不走 人多就代表競爭員 我希望能夠有我自己的時間 我安安穩穩的 做我自己真的有機會 把他做得很精采 然後也不用擔心跟人家競爭 那我就有機會出逃 OK 所以要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如意成長 如意突破 那回過台灣 接下來下一個要談的 就是現在是談真實世界挑戰 我再多講一個 我在台大DTC 教育是大二文秘修課 我們每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我都跟我學生講 都給他們個 speech 我每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都跟他們講說 各位同學 老師非常同情你們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不是十九二十歲 青春正盛 人生正美航的時候 看到台三個十幾歲大叔 說很同情他們 他們就覺得很詭異 就問我說老師為什麼 我就跟他們討論這件事情 我說老師非常同情你們 因為接下來二十年 你會看到一個很可怕的世界 他們就問我為什麼 我就跟他講這個事情 我說我們人類過去遇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人類不夠走過來 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很幸運 我們歷史當著老師 比如說 我們如果遇到經濟不經濟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 一九二幾年 美國的經濟大消息的時候 什麼方法也用 什麼方法沒有用 凱恩次的方法也用 或沒有用 我們是一個問題 可是各位同學 你們這一代 最可憐的地方在哪裡 你們現在所處的這個世界 全球化程度是高 人口是多 氣候變成問題是嚴重 都是人類歷史上 從來沒出現過的 也因此你們這一代人 接下來遇到的總統問題 在歷史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舉個例子 美國股市在前年 十天壟斷的失智 這是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 如果你有投資的人 如果有人投資 遇到這件事情 從來投資股市 每股市連儲斷市 那我的錢在也是從股市搬到債市 還是我錢要去買黃金 還是哪有才不保值 沒有人知道 因為歷史上沒出現過 沒有人知道要這麼做才是對的 油價也是前年 有史以來第一次變富的 油價變富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怎麼應對 也沒有人知道 那各位同學 你們這一代人更辛苦的是 二十年後 當你們三十幾歲 承擔整個台灣的 在台灣在你們肩膀上 有三十幾歲的人的時候 摩斯萬里 台灣的健保 老保 一堆吧 都破產 然後又碰上 少子化 繳稅人變長 租稅金都失衡 這個爛攤子 是要收 二十年後的三十十歲 都要收 怎麼收 不知道 因為你們的爸爸媽媽 年後的老師這一代人 只是很不負責任的 把這個問題 這個大堂直接丟給你們 所以 接下來這段視頻裡面 面對它是極其 劇烈的 極其巨大的 爸爸媽媽 用過去的 世界 的認知 給你的建議 很難應付 接下來未來的世界 所以 在這種 完全沒有安穩 沒有安穩的 世界 我昨天在那些醫學系 牙醫系教他吃吃飯 牙醫也是競爭非常激烈 然後我跟各位報告 我有一個學生 我一個很厲害 他是牙醫系的學生 他就是牙醫所學生 然後有修過我的簡報課 後來他自己開一家診所 然後我跟管治療 那我就說 叫警察說他把我看 我去看 以前 你如果要做一個牙套 你如果要做一個牙套 要幹什麼 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那一句 他就拿一個白折棒子 伸到我嘴巴裡面去 還想轉個二十秒 旁邊的電腦螢幕 就看到我的牙齒的 3D模型 然後他說 老師 我等一下這款3D模型 Email給那個廠商拍3D 電影就可以把那個牙套 牙套的模 就做出來了 以前就在那邊弄幾個小時的 現在這樣子 二十秒就弄出來 你覺得 以前一件事要做好幾個小時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牙醫 來分擔這些工作 那如果現在這個東西 像二十幾個都弄出來的話 你說對這個市場 會不會有人的影響 不敢跟你說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連最保險 最安穩的醫生 牙醫 也都面對很多科技的挑戰 所以沒有 接下來沒有安穩這些 就絕對沒有安穩的事情 絕對沒有在以為這個 我只要十八歲 十七歲 學一條路 我就可以 做到五六四歲 沒有這回事 所以 最關鍵 如果你面對一個充滿不穩定的世界 你最關鍵的競爭力是什麼 就是自主學習的能力 我只要學東西 我自己學東西 可以靠自己學得很快 你接下來 二三十年 你都會有競爭力 因為什麼新的東西 新的技術一出來 你都可以靠自己 很快學會他 很快找過他的時候 你就永遠跑到人家前面 可是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補習班 都會給你的話 那就很危險 因為當這世界變換 軍隊的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 會把它整理那麼有系統的交給你 所以 未來的關鍵能力 就是自主學 這也是為什麼108科鋼 要做這麼大的改變 108科鋼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108科鋼 他希望要讓台灣的孩子 變成未來的終生學習者 這也不是台灣獨創的 OECD的 這幾台灣國家都是 因為這個樣子 看到世界變換這種劇院 也都是把自己的科鋼 改成 讓我們的學生 讓他們的學生 有自主學習能力 我們的未來需要什麼人才 我就給大家一個例子 這個是大概在9年前 台大有一個團隊 叫Flux 這Flux 是由四個學生組成 有台大機械系 支管系 支援系 四個學生組成 然後他們有好幾個 住在學校的書室 9年前 台灣都還沒有人知道 3D電力在幹什麼的時候 他們這幾個人 很早就知道 3D電力在幹什麼 接著到3D電力 他就覺得很著迷 覺得3D電力真的很酷 透過網路去美國 訂很多3D電力的套件 來組裝 來玩 然後就把3D電力 玩得好一陣子 也把3D技術管理轉手 帶回來出了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 他就發現說 那個3D電力表現 一出來的東西 很粗糙 很不細緻 他們去研究 後來發現說 我們原來是噴頭的結構 有問題 他們去改變噴頭的結構 讓它噴頭的東西 變得很細緻 他們就覺得 這麼大一台機器 只能做3D電力 好可惜 我們能讓它有更大的 更多的附加功能 所以他們想了很多crazy idea 最後真的把它做出來 他們做出來這台機器是 有一個3D電力的頭 撞上去 這台機器就變成3D電力表機 然後他們有一個雷射的頭 撞上去 這台機器就變成雷射雕刻機 他們有一個刀做頭 撞上去 這就變成一個紙的切割機 這種可以換頭的 多功能的3D電力表機 那時候全世界也沒有出現過 所以他們把這個機器做出來 他們的prototype之後 拍了影片來示範這機器 多厲害 多棒 多酷 就把這個機器放到全世界 也是美國最大最重要的群眾物資品 叫Kickstarter 一放上去 哇 全世界 特別是美國 轟動 因為沒有人看過這麼厲害的 多功能的3D表機 所以短暖的時間之內 他們賣出非常多3D表機 賣出多少3D表機 賣出164萬美金 台幣5000萬 破了台灣團隊在Kickstarter上面 公司的紀錄 這個紀錄維持了8年去年 才被交大利用的團隊打破 他們就用這5000萬 就開始開他們公司 建造設展線 這家公司是目前台灣 在做3D表機 雷射標機 很有名的一家公司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未來台灣需要什麼人才 就是想像這種人才 新的技術 像這DD技術一出來 他很快就學會他 很快掌握他 甚至很快發展出一個商業模式 這樣的人 在跟全世界競爭的時候 才能夠站在浪桃上 很快的 什麼東西一出來 很快學會他 很快掌握他 但是 如果 我不知道我在講他們的故事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同學 或是各位爸爸 有沒有聽出來 他們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除了他們選擇快掌握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當然不注意到 我認為 他們這四個人成功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都住在宿舍 如果他們住在家裡 我就認為他們沒有今天了 九年前全台灣 大家都知道3D第一在幹嘛 爸媽當然也不知道 然後那個小孩 每次放學一回家 就在房間那邊弄3D第一 3D第一的塑膠味道又很醜 爸爸媽媽看就一肚子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臉 你這個臭什麼 你不去讀書 搞在那邊幹什麼 丟到那時候 我去讀書啦 過個幾年 包裝媒體開始報3D列印了 過個幾年 去將電腦開始開3D列印專案 過個幾年 金斯塔出了一本書 快快樂樂樂學3D列印 等到那個時候才要當孩子去學3D列印 全世界已經上一的人會3D列印了 沒有什麼機會 跟台灣人練習的 學得快 掌握得快 才是永遠跑在前面的關鍵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 我創辦這種學校 無界書 OK 這個是 我們就是從小 這個課程 我們就設計很多主題式的課程 然後 然後 要培養他們一些關鍵的素養 然後 上陣都是很多的互動跟討論 然後 我們有很多的戶外活動 要培養他們團隊付出的能力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從小學 開始是給他很多的選修課 讓他們能夠從小一開始試出自己戲劇在哪裡 然後每天都在做創新設計師做的事情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們跟他接觸台灣這個土地 對台灣這個土地要有感情 所以我們就是來看台灣很多各式各樣的人文特色 以及不是坐在教室看課本的照片 然後 我們從小 就大家做非常多的專案project 就是 我們作為做事的能力 比考試更重要 然後 我們都 會設計 在荒野原始的環境 因為我發現說 很多 在原始荒野的環境裡面 他們才學會照顧自己 照顧別人 然後 更重要的是 我們就找很多工作人員來談 他們知道說 他們的未來不是只能當醫師 律師 老師 還有很多很棒的工作 然後我們就這樣做下來 然後我們在過程當中 一直訓練他們自己學習的能力 然後我們真的不在乎控制 我們希望你們 世界都花在學習 怎麼學東西 然後我們在 幾年前 四年前 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四年前的那一年的書教 就跟孩子們講說 我們要幫一個賣甜點的團隊 做一個賣甜點的網站平台 我們就說你們有誰資源參加 就有兩個十四歲的孩子 兩個十五歲的孩子說要參加 兩個男生兩個女生 而且他們只有非常粗淺的層次經驗 沒有寫過什麼層次的 所以一點點層次經驗 但是我們故意 因為我們要當他 我們要做實驗 我們跟這個 我是跟台大蔡遠征教授合作說 我們要做實驗說 他們能靠自己學東西 所以我們說 這個網站呢 我們故意開一些很難的技術規格 比如說我們要求說 這網站要加在 加在亞馬遜的語音上面 所以你要學會 在亞馬遜的語音上面 怎麼會降網站 我們要求他說 這個呢 必須有信用卡結帳的功能 所以你要去了解說 在網站上怎麼做好 信用卡結帳的功能 然後我們要求他說 半夜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有個 幫一個聊天機器人 可以回答問題 這三件事 都是他們沒做過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實驗說 如果我們這樣子 訓練的學生 他自主學的能力 他能夠多久才能把它完成 那時候我們跟蔡教授 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們覺得學生 大概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完成 結果後來 我們很偵探 因為我們的學生 這兩個 十四歲、十五歲 他們就是三個禮拜做出來 其實我剛才講 他們最有非常粗淺的城市經驗 他們不是城市高手 然後在這當中 最被偵探猶口是誰呢 就是這個人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叫王冠人 他念建宗的時候 是建宗資訊設施人長 是建宗最新城市的人 也代表建宗參加很多的比賽 後來推薦上台大數學系 因為他城市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台大那時候 很多大學部的城市課 就請他當主教 所以他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當主教 他帶過很多大學生 也帶過國中生、高中生 應對 那我們就請他當學生的Coach 什麼叫Coach呢 就是 學生在就職市 這個東西不會做 一定會去問他 但是我們嚴格要求他說 Coach 不能教他們怎麼做 學生去問一問 你怎麼看這個PDF 看這個PDF 他只能給他資料文件 他不能教你 那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去看 自己去學 自己去弄一弄 結果整個過程完成之後 最被側看的是他 所以我們就跟他做一個訪談 我跟他背後 他是怎麼看待 這種不同的教育的做法 例如說 你這也已經帶過一段同事 對 那 報大聲一點 你覺得 觀察到的差異是什麼 我覺得 就是從個人來看 報大聲一點 學習的方式 就是一道 大聲一點 他們在其實把 其實在職業的時候 他們是可能跟自己 最大聲的 當然 有或是因為教我們 但是一般的網友 他們可能就是 聽到之後就好 就好 他們如果還在播音樂 對 就是 你之前已經帶過其他 多種生 對 那現在大概是三個禮拜 你覺得 觀察到的差異是什麼 我覺得 就是從個人來看 這些小孩的 學習的方式 的力道 跟一般的網友 是怎樣不同 就是他們 他們在學習的方式 跟一般的網友 是怎樣不同 就是他們 他們如果 不管是懂 或是不懂 這是我覺得 這是 學習態度的根本差異 就是 所以我很好奇說 到底是 就 既有人提示一下 的教育方式 大概出了錯 還是 無限度真的有很神奇的方式 可以讓這些小孩 突然就把大腦 開發得很厲害 還是怎麼樣 就是 我覺得這個差異是非常顯著的 就是 不是任何一個科學生 甚至高中生 來這裡一個月 或是大學生 或是大學生 可能一些 平常面對中的大學生 他們會來這裡一個月 都不見得 或有五個小孩才會很成功 所以我覺得 透過這個月 我覺得 給社會上 很重要的一個想法是 我們的社會需要 怎麼樣去 培育 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我們小孩 就是 真的是我們知道 三個一代知識 什麼什麼 黃帝 哪一年做什麼事 這種知識就好了嗎 還是我們希望他們是一種 方法論上的一種 一種 培養 或者是 對於學習的 方法的 吸收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 我們需要去重新想說 那樣的教育為什麼會失敗 跟這樣的教育為什麼 突然進行成功 這個是建築最新城市的 真的 OK 他在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就 非常有代表性 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在未來接下來這個世界 如果你要變成人才的話 最關鍵的能力 就是你要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你要有自主學的能力 你才能到未來的世界 你持續有去整理 絕對不要想說 我只要念哪一個科系 我就這輩子都已經整理了 沒有這回事 因為這世界 就是變化非常虛業 兩個公司就不夠多消失 但是現況是怎麼樣 我們大部分的同學 我跟各位講 我今天覺得很感看 我大概在前年 那時候我跟我的團隊的夥伴講說 我說我想要把一些想法跟趨勢 一起去跟台灣 讓更多高中生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請他們幫我找 在IG上面最多人追蹤的這些讀書帳 大概有四五千人以上的這些讀書帳 我想跟這些讀書帳的 這些IG的這些主人 這些高中生 我們每個月也約一個時間一起聊天 然後我的團隊同伴就去找 他真的找三十個很厲害的一些讀書帳 然後他們這些學生也很想跟我聊 然後有一天我就問他 我就說 你找好了沒 約好也 他就跟我說 老師 約好約好 下禮拜五晚上十點跟他們聊 我說 怎麼約禮拜五晚上十點 禮拜五晚上十點 就是我要休息 我待在休息的時候 怎麼約禮拜五晚上十點 他說老師 可是他們禮拜六禮拜天都要休息 他平日也很多 都不到晚上九點半 然後回家就差不多十點 禮拜五晚上十點 是唯一一個大家都有時間的時間 我都覺得很悲哀 我們的社會把小孩子逼成這個樣子 然後休息班 就把東西只能等你很好 就是像個 靜新 靜新中學的教務長跟我講說 靜新附近的休息班 把他第一年第一屆所有的月卡管理 都收集得很完整 然後都分析得很厲害 所以每一次的月考前 他應該說 你們的數學 你們這個年級的第二次月考 你們老師通常考這幾個題型 你們只把這幾個題型弄回 你就是分數就很高了 真的分數都很高 可是主任就跟我說 那都是假的啊 那是假的啊 你去考學生去考會考之後 人家出什麼題目 根本不是你不喜歡參選書案 但是我們就這樣子嘛 就餵一餵一餵 把它一成一號 吸收餵個小孩子 然後又考試逼大家讀書 然後不考不念考一舊 我再看了一個影片 我就覺得這個影片很像台灣的學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有一隻鳥 想要吃這隻蟲 大家觀察一下這隻鳥 是怎麼吃這隻蟲的 好我第一次播這個影片是佛光山西雲教育論壇 請我去做專題演講 我播這個影片台下很多佛教徒 我跟他講 不要不會 我不是在講這隻鳥 這隻鳥 這隻鳥的問題是什麼 這隻鳥就以為說 他只要對著蟲 嘴巴張得大大的蟲 自己就跑到他嘴巴裡面去 那為什麼這隻鳥 這麼美氣的想法呢 因為他從小 是小鳥在鳥窩裡面的時候 他看著他爸媽把蟲叼回來的時候 他就嘴巴一張開 爸媽就把蟲丟進去 他就嘴巴張開 爸媽就把蟲丟進去 所以他已經習慣了 他就以為說吃蟲 就是嘴巴張開 蟲就會自己跑到嘴巴裡面去 等到有一天他離開巢了 要看到自己禁食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怎麼禁食啊 各位 當人每天在補習 被逼人去補習 那補習慣老師很好的 把這個藥系統給你的時候 你要小心 問你自己 你有沒有再變成像那樣子的鳥 為什麼那麼多人進了大一 就要修學 因為進了大一 違積分你不會 沒有人在補習慣 再幫你補違積分啊 也沒有 教授也不像高中 老師說你們這個危機會修得比較不好 來來來 這個禮拜老師找個時間幫你加強 我就會教訓一下 也沒有啊 那一定到底有急啊 所以你一旦不習慣這種 這種 學習方式的時候 你進大學馬上就很辛苦了 然後你大學越出之後也很辛苦 老闆叫你學一個新的紀錄 學一個新的東西 你不知道怎麼學 因為沒有人把東西整理很好給你啊 這就是你未來最大的危機 所以當你現在一直在補習 人家真的要一些 這是你的危機啊 所以這樣子行嗎 所以最後一個 我會來談說 怎麼要讓自己變強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好朋友的故事 這是我好朋友 他是叫黃國珍老師 他是跟我一起在推動 他的閱讀教育 改變的一個老師 閱讀數量教育 他的父親是我們台灣 非常專門的文學家 就是黃川敏黃老師 黃川敏黃老師 那國珍是我見過 就是我很多朋友裡面 學問最好的 就最有學問 就是我跟他談什麼議題 他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我不管談什麼議題 他都是有很深度的知識 讓你跟我談很多這樣子 所以他是我見過最有 最有知識 而且最有才華 他那個毛筆很會寫 然後油畫書法都很厲害 然後我就很好奇說黃川敏 因為黃川敏老師是我們台灣 非常重要的作家 大師 我就想說一次我家大師 教你培養小孩 有特別的培養方式 所以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 我又要說 因為國珍你爸爸 是怎麼樣培養你的 OK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家 他小時候的國珍說 做北投 然後他在北投 北投有一條很值的路 叫大渡路 在我們二三四年前 那時候是很多飆車 都出去在大渡路 大渡路 大渡路像摩托車在散車一樣 這一堆八加九百人的緣 這樣子 他說他那時候就跟著學人在混 他說 黃川敏老師 只跟他講 黃川敏跟他講說 他說他爸爸跟他說 你要以後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但只有兩個要求 第二 不能死 第二 不能被警察抓去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隨便 他爸對他就只有這兩條 然後他就這樣 他後來是唸哪裏 他去唸復興美工 然後大學唸文化大學也沒出席 然後他的開校 他大概是 他跟我講 他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突然對文學很有興趣 所以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去 文學 他想要去學掌文 他去研究說 全台灣掌文教的最好是誰 是張大春 張大春每個禮拜二 下午在哪個大學的哪一間教室開課 他就跑去那邊聽 然後 然後全台灣最懂電影的人是誰 焦瓊平 焦瓊平 每個禮拜三早上在哪個大學 哪個教室開課 噴訊每天 然後他也去修講訓的課 林華明的課 他的老師 都是全台灣最厲害的老師 而且你知道 因為修那些系課的 同很多學生系 都是分出道 才進的那個系 也沒有真的有興趣 所以那些厲害的老師 在講課 其他人都在那邊打課程 他說出在第199中流程 好認真 每個老師都愛死他 這些老師都把他當一輩子的門生 後來很多的機會 很多人都一直在幫助他 所以 當你的老師 是全台灣最好的老師 你在跟他學習的時候 你怎麼會不成人才 你今天一定要念台大 才跟上大葉老師的課 待會兒我解放課 是沒有辦法開放旁聽的 但是我機率課 你作為教授聽 都可以聽啊 全台大老師的課 都可以繼續聽 台大老師基本上是不會阻止你旁聽的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花那麼多時間 補習練考試 然後就是要上台大 最厲害的老師都可以繼續找啊 所以 我要跟各位講說 當你 最重要的是 你找到自己想成長的方向 幫自己找到學職員 你就會變得一流的人才 可是有一次我跟家民學家長演講的時候 就會這樣舉手說 各位老師